普庸馬號駕駛郵政眾意外 隔天就被地檢署生押 檢察官一併調查他的出勤記錄表 當時調查結果是這樣 我們調了他的這個值班記錄表 還有跟他的長官 還有相關的服務同仁做一個了解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超時工作的跡象 事隔一個禮拜 勞動部職安署經過反覆調查 公布的結果發現 事故當周雖然沒有違規 但時間拉長到事發一個月 總共是17個小時41分 這一樣是違反剛剛提到的 一天不能連續工作超過12小時的規定 郵政眾因台鐵大改點11號 從早上到班上到下午5點 再從晚上11點上到隔天早上 公時達17個小時41分鐘 被認定超時將依法開法台鐵 另外5月13號到26號中間 雖有3天休假 但是屬於補休跟特休 連續14天沒有立假 也被認定違反勞基法 大時超時問題嚴重 現在台鐵還推動雙駕駛人力從哪來 退休的這個普悠瑪號或泰魯格號的司機 他可以在我們人員還沒有聘組之前 來擔任這個雙駕駛的其中一個工作 我們自己親身也體驗到說 這個行業對我們本身的保障已經不夠了 明明知道山有虎還要往山上走嗎 曾在台鐵服務39年資深司機員 直接打臉賴魁 坦言只要每次出行都是晚命 只要台鐵列車故障問題不解決 要他們回鍋意願都不高 人力出現缺口台鐵再被爆內部公文流出 內容提到擬定將外站津貼全數取消 消息破關恐怕引發內部司機員不滿 更別說要退休司機回鍋 記得正在中網的約小組台報道